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 路灯下 一位长相恐怖的大叔 露出诡异的微笑向女生问路 一步一步地靠近他 面前的女生显然有些害怕 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 突然一个小胖堆跑到了女生面前 叫他赶紧逃跑 因为就在刚刚 这位大叔买了一把菜刀 花音刚落 诡异大叔突然拿刀刺向了两人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感谢Lion Webtoon对本次节目的大理支持 影片的最后会有欢庆看脸时代 动画上线的抽奖活动 根据剧情 一定要看到最后 这个跪在地上的小伙子 叫做朴玄硕 因为生活在一个看脸的时代 又胖又丑的他 一直是学校混混们霸凌的对象 变身皮卡丘 变身大象 橡胶橡胶头肩炮 霸凌的程度越来越严重 玄硕的忍耐也快到了极点 回到家的他向母亲提出要转学 但是家里没钱 负担不起转学的学费 于是他把内心积攒的愤怒 都发泄到了妈妈的身上 妈妈当然不知道他在学校被欺负 所以一昧自责 家里这么穷 都是自己的错 回到屋里的玄硕 其实心里也很清楚 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 不该对妈妈发脾气 第二天 妈妈还是背着玄硕 早早来到了学校 和半岛商讨玄硕转学的事情 但是在学校 妈妈同样被无视 被说到转学是很费钱的 与此同时 玄硕像往常一样 被同学们拳打脚踢 意外看到这一幕的妈妈 非常的生气 她愤怒地冲向前 核斥着欺负儿子的恶霸们 这时玄硕却反而让妈妈住手 甚至抱了粗口 妈妈愣在一旁 在向恶霸道歉之后 让妈妈赶紧回家 那一刻她握紧了拳头 心里默默地喊着 我是个真正的废物 晚上她回到家 看到各种催款单 塞满了邮箱 在这样穷困的情况下 妈妈还是决定帮玄硕转学 叫她不用担心学费的事情 妈妈的这句话 让她百感焦急 因为妈妈已经知道了 在学校玄硕被欺负的事 但是为了给儿子面子 还是假装不知道 泪水像雨滴一样掉了下来 没过多久 玄硕来到了另一个城市 为了改变以往的形象 她来到了一家理发店 结果被剪成了金三胖的样子 她以为自己浴火重生 但是没走几步 又被别人揍了 路然把这件事拍成了视频 发布到了网络上 好不容易来到了一个新城市 但是被揍的视频在网上大火 玄硕的自信心再次被揭垮 她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迷迷糊糊醒来去卫生间时发现 她竟然变成了一个帅哥 而原来那个丑陋的小胖多 却睡在一旁 她研究了一个晚上 发现两个身体都是属于自己的 但是一个醒来之后 另一个就会昏睡过去 于是她决定白天 用帅玄硕的绳子上学 晚上则用胖玄硕的绳子打工挣钱 就这样第一天来到转学后的学校 发现其他人看她的眼神和原来不同 女生们看她都是一张花齿脸 而这个学校的校园恶霸们 不仅没有欺负她 反而还给她递烟 想要和她交朋友 帅玄硕来到新学校 想要和同桌搞好关系 却发现同桌就是那个 让她在网上出名 几天前在街上揍她的那个家伙 李振诚 她果中时就已经是有名的全局队员了 但是玄硕起初不知道 其实这个同桌本性并不坏 只是脾气有点暴躁 当时她只是误以为 胖玄硕想要调戏自己的青梅竹马 金美真 所以才一拳打了胖玄硕 他们的误解并没有就此了结 在学校成为大家焦点的帅玄硕 随便说一句话就会引发一阵动荡 李振诚又误会 帅玄硕想要在美真面前耍帅 于是又是一拳打下了帅玄硕 但是没想到帅玄硕 轻轻松松的就躲开了 这是因为玄硕 激攒了很多挨揍的经验 已经能看穿很多攻击的套路 可是由于笨重的神体一直躲开 而现在却不一样了 多亏了强健的神体 躲起来非常的容易 从来没有正面打过架的玄硕 不知道该如何还手 希望有个人能来劝架 但是旁观的人和以前一样 只会看热闹 于是她选择不再逃避 橡胶橡胶火箭炮 一拳KO了同桌 周围满是惊叹的声音 帅玄硕和李正辰算是不打不相识 然后她也传授了帅玄硕很多拳击技巧 有几个混混看帅玄硕很不爽 在厕所商量如何一起合力打到她 但是却被一个在旁边 听到这些对话的黄发帅哥 打得鼻青脸肿 夜里胖玄硕出来打工 买东西的人又开始以貌取人 甚至连乞丐都不好意思向她要钱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 一个漂亮的小姐姐 却异常的友善 甚至还送她了一瓶维生素饮料 过了一会儿 一群混混指使一个四眼仔 去便利店偷东西 胖玄硕在她的身上 闻到了同类的气息 对她深表同情 混混们不乐意了 开始同时欺负两人 这时一个全身纹身的肌肉男出手相助 分分钟秒杀了混混一群人 很巧的是 这个肌肉男叫做瓦斯科 也是玄硕学校的同学 到了第二天 帅玄硕因为昨天便利店的事 向四眼仔示好 让众人感到十分意外 他又跟瓦斯科打招呼 但是瓦斯科好像对长了帅的人有偏见 对帅玄硕的态度十分恶劣 妈妈来到玄硕住的地方探望 发现了熟睡的胖玄硕 这时帅玄硕正好回家 连忙向妈妈解释 说自己也是玄硕的一个好朋友 名字也叫玄硕 两个人住在一起是为了分摊房租 妈妈因为靠捡破烂为生 连买衣服的钱都没有 但是她还是拿出了一张破旧的纸币 给到帅玄硕 让她不要欺负儿子 对她好一点 帅玄硕咬着嘴唇 忍着泪水收下了这张纸币 下定决心 一定要改变自己 偶然看到这一幕的瓦斯科 以为帅玄硕抢了胖玄硕妈妈的钱 便脱掉衣服 摆出一副奇怪的姿势 打算伸张正义 帅玄硕使出李振成教她的拳击技巧 同样也是一招击到了瓦斯科 过了很久之后 瓦斯科也渐渐发现 帅玄硕其实也是个好人 和她成为了朋友 期间瓦斯科也不忘照顾胖玄硕 有需要时 叫她随时找自己帮忙 而瓦斯科的跟班们 却不了解事情的真相 闹着要给瓦斯科报仇 结果分分钟又被同班神秘的黄发帅哥 打得屁股尿流 不知道为什么对帅玄硕有一种迷之好感 听说帅玄硕很穷 就在她生日那天 拿了好几袋名牌衣服送给帅玄硕 说自己反正都要丢掉 就给帅玄硕穿了 在学校里 帅玄硕又发现了一个被欺负的小胖堆 主动找她做朋友 隔壁班的人看不惯了 仍然要欺负这个小胖堆 帅玄硕有点害怕 但是这时三个机友都在场 立马后住了全场 因为夜里在便利店打工很苦 听说当主播可以挣很多钱 所以玄硕开始对主播行业非常感兴趣 在学校她也了解到同班同学金允一是金牌主播 由于允一总是送名牌礼物给帅玄硕 玄硕开始对允一有了些好感 但是没过多久 允一却在胖玄硕面前露出了本性 结账时目中无人 更重要的是 她其实是有男朋友的 了解允一本性的玄硕开始疏远她 朴赫娜也是一个暗恋帅玄硕的同班女生 因为在暂恋送她各种名牌衣服之后 河娜误解帅玄硕也是富家公子 自己又出身平庸没什么钱 无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允一抱得美难归 不服气的她也开始学允一做起了主播想要挣钱 河娜的排名很快就跟上了允一 这让允一坐立不安 并且她还发现自己的大金主 江南房地产大亨也转移了阵营 但是谁知这一给允一充钱 俗称江南房地产大亨的人 竟然是生活在垃圾敞阳的屋子里 无业游民的大叔 靠置父亲的残疾人补助街 一天一天的混日子 积攒的钱已经快要花光了 但是她还在给主播充着钱 幻想着河娜已经被自己迷住了 河娜喜欢自己 反正结婚之后 这些钱都是自己的 走火入魔的她 决定去见河娜一面 截下了一张直播的图片 开始寻找她的住所 对这件事浑然不知的河娜 像往常一样放学回家 但是她此时早已被大叔盯上 时不时自己的内衣 也会莫名其妙地消失 晚上在便利店打工的胖玄硕也发现 这位大叔最近每天都会来便利店 而今天还一直看着河娜的直播 不好被发现了 胖玄硕赶紧假装没有看到 结算起每天都会买的烧酒 和今天 另一边河娜出门丢垃圾 遇到了那个长相诡异的大叔 一步一步上前问路 上演了开头的那个场景 快跑 他买了一把刀 这时大叔突然冲了过来 胖玄硕和河娜已经没有时间逃跑 前军一发之际 胖玄硕想起了之前李振成教她的拳击技巧 四拳 接着是勾拳 但是这次擦身而过 愤怒的大叔再次冲上前 胖玄硕用身子帮河娜抵挡着大叔的攻击 见自己的物理攻击没什么大用 大叔再次拿起了落在地上的那把刀 向胖玄硕冲了过去 这时一个哑铃飞来 是瓦斯科前来帮助了胖玄硕 大叔疼得在地上直打滚 其实在刚刚大叔买完刀出门的时候 胖玄硕就偷偷跟在了大叔后面 并且提前打了110报警 还不忘找瓦斯科求助 但是因为情况紧急 没来得及说明准确的地点 瓦斯科只能找遍整个社区 然而大叔还没有长记性 再次拿刀冲向了瓦斯科 毫不意外的 瓦斯科左手挡住了攻击 右手锁住了大叔的喉 就在瓦斯科要大打出手的时候 大叔的父亲 拖着不方便行走的绳子前来阻止 求放过他的儿子 这时大叔反而大骂 为什么要偷看自己的电脑 丢死脸了 从大叔的言行中 胖玄硕隐约看到了自己以前的言行 人们总是以貌取人 对他有偏见 总是鄙视自己 太不公平了 有钱人越来越有钱 位高权重的人才有希望 得力者自私自利 政府对弱势群体漠不关心 漂亮的女生都是白鸡女 看不起青春的自己 都是一群盯着钱的鸡 从大叔愤愤不平的话语中 胖玄硕莫名得到了共鸣 直到瓦斯科开口 虽然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 但是不要再怨天尤人了 你自己有努力过吗 因为你说的那些困难 我都克服了 欢迎刚落 警察到到了案发现场 带走了变态大叔 何纳也终于放下心 立马抱住了胖玄硕 向他道谢 在一旁看着他的瓦斯科 流下了羡慕的泪水 CR主播事件正式告一段落 何纳之后没有再做主播 还对胖玄硕产生了好感 之后晚上经常会去找他玩 玄硕的生活貌似也回到了正轨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 帅玄硕的许多照片 被传到了脸书上 他成为了一个网红 广受妹子们的欢迎 帅气的外表带给他们不只是人气 他自己也肯定也万万没想到 之后会发生多么可怕的事情 好的 以上就是看脸时代第一话到第三十三话 CR博主 外加113话跟踪狂的开头部分内容了 对这部作品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在Lion Webtoon免费继续观看哦 借看脸时代动画正式上线 非常感谢有机会和Lion Webtoon合作 给予粉丝们好旅回馈 只要你点赞本期影片 并且留言看脸时代中 你最喜欢的角色以及其原因 我们就将从留言的粉丝中 抽取三位幸运观众 寄出看脸时代和女神将领的 实体周边产品 因为寄送问题 实体周边这次仅限于 居住在台湾地区的粉丝朋友们 还请大家多多包涵 除了实体周边 Lion Webtoon也提供了1000份 免费代币兑换代码 只要输入 理查明下话线1 2 即可直接获得回馈型代币 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详情请看影片资讯栏 最后再次感谢粉丝朋友们的支持 才能有本次与Lion Webtoon的合作 周边抽奖活动将持续一周 欢迎关注频道社群 获得最新讯息 那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 不散 Adios by bwd6 感谢观看